第1章 美国女排 北京时间10月15号,2018女排式锦赛,第三阶段的六强赛,荷兰女排对阵美国女排,最终荷兰女排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,连赢三局成功逆转美国女排获得胜利。 这样美国女排第三阶段两战全败已经出局,中国女排和荷兰女排携手晋级四强,但是在今天的比赛中荷兰女排暴露了两大问题,如果中国女排能够抓住这两点,很有希望在下一战中击败荷兰女排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四强。 荷兰女排在第二个比赛中荷兰女排利亚塞瓦维亚女排,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六强,而未免冠军美国队则是在中国女排的帮助下,成功晋级了六强。 两阶势力相比较,美国女排还是要强于荷兰女排的,但是在今天的比赛中,由于体力的问题,他们最终在先赢两局的情况,像被荷兰队逆转。 美国女排虽然荷兰女排成功逆转,却暴露了两大问题,一个就是进攻问题,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球的处理问题。 先说一下进攻的问题,本场比赛荷兰女排的单价球星斯洛特耶斯狂空38分,成为球队逆转的最大功臣。 他拼了全场,几乎包揽了荷兰队70%左右的进攻,而其他球员的进攻能力就稍差一些,如果今天美国女排的体力再好一些,对于斯洛特耶斯的篮房更好一些。 美国女排很有希望赢得胜利,由于他们昨天和中国女排已经打满了5局,体力消耗得太大了,斯洛特耶斯其次就是关键,球的处理上。 今天荷兰女排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做的真的是很糟糕,否则他们很有可能以三比零击败对手的。 这个问题在第一局就暴露出来了,第一局比赛荷兰女排本暂致着很大的优势,他们一度以17比9领先美国女排,并且以24-22率先拿掉局点。 但是第一局荷兰女排一共丢掉了7个局点,最终被美国女排逆转获胜。 美国女排关键的第三局,荷兰女排差点又输给了这个问题。 在第三局的最后时刻,荷兰女排以24-19拿掉局点,但是随后荷兰队又连丢了三个局点,先让美国队被帮回来。 最后还是依靠斯洛特约斯的得分,才赢下这关键一局的胜利。 接下来休息了一天的中国女排,江英扎荷兰女排,这也是小组第一之争,相信中国女排教练组肯定会看这一场荷兰和美国的比赛的。 他们肯定也看到了荷兰队的这两个问题,明天肯定会在这两方面下功夫的。 中国女排在限制斯洛特耶斯的进攻方面,可以让严尼和袁新月加强篮网,重点盯防斯洛特耶斯,肯定会让他很难受的。 如果斯洛特耶斯进攻受阻,荷兰女排的进攻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的。 其次如果中国女排陷入被动的情况下,不要狂张,因为荷兰女排在关键球上的能力不强,只要能够坚持下来, 肯定会赢得胜利的。 最后也希望中国女排能有好的表现,赢下最后的胜利。 敬离